我们开始上课 这些课呢我们开始学习中风 中风的话呢 我们已经接触过 瑞士的病名 你们学习山寒论的时候 就有一个病名叫 太阳中风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中风 跟它是不一样的 跟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一看 来了解一下中风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就是GAS的部分 首先来讲呢 我们还是把概念搞清楚 先了解一下它的概念 这个中风辨证的概念 但是中风是以促然昏附 不省人事 半身不随 可是我爱心 语言不利 这些状态为主阵的病症 在这里头的话呢 有一个字 跟假意上不一样 假意上叫可眼歪邪 我这里 讲了一下 叫可舍歪邪 可眼歪邪和可舍歪邪 这个病 病轻着 可无昏附 而渐渐 半身不随 渐 可是歪邪 症状 就是说 在这里头的话呢 作为初人昏附 不省人事 这是一个症状 或者是一种表现 而半身不随 可是歪邪 又是一类表现 另外一个呢 是语言不利 作为语言不利 它是什么样一种表现呢 我们在以后的 这种课程当中呢 会讲到 下面的课程当中会讲到 也就是 关于这个病症来讲呢 它是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 共同组成 这种组成的话呢 有些症状 是会有的 有些症状 是不会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中风 它相关的一些论 第一个的话呢 是关于中风的病名 中风的病名 古代的话呢 它有几层意思 第一个 它起病比较突然 就起病是突然的 就发生突然 起病激泽 这种呢 像什么呢 如史诗之重地 史诗之重地 原来的话什么 就是打尖的剑把子 一下子过来了 是不是 小时候的话呢 你们没有我们王匹 对不对 我们王匹的时候的话呢 是什么 山上 树香的话呢 对打 有些比较厉害的 拿石头砸过来 那个破红 那个破红声音 是不是 也确实很恐怖 很恐怖 从耳边上 就插过去了 有些石头 是不是 如果暴风之急速 如果暴风之急速 非常快 一下子就过来 一下子就过来 所以一个是 它起病的特点 发生非常突然 非常快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症状表现 多样性 比较复杂 症状表现 除了刚才所讲的 昏扑不显人色 荡身不随口舌 挖一些隐语不利之外 还会有抽搐 抽搐 昏扑 假晕 晕扑 这样一些近况 而且的话呢 变化非常快 变化也非常快 发生快 变化也非常快 变化也非常快 特别是哪一类啊 有昏扑的这一类 作为以前来讲 那种治疗水平 那种医疗水平 医疗条件 很多的话 都不行 是不是 很多都不行 不像现在 不像现在 现在的话 都还是会有 都还是会有 那个 治疗过程当中 稍微拖一下的话呢 就过去了 过去了 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呢 跟那种认识有关系 跟那种认识有关系 有些时候的话呢 恋来很往昔 恋来很往昔 当然 这作为某种状态 其他的一种状态来讲呢 有些时候往说 这个看病人家属 看病人家属 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有些不同 但是病人家属 有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考虑 其他的考虑 所以这种变化比较快 变化也比较多 变化也比较多 变化非常快 发病也非常快 因此呢 这种变化非常快的话 有风的那种特点 变化非常快 有关系 是不是 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们知道 那个风一会儿 从这里来了 是不是 过一会儿 那个气风的话 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 说起就起 是不是 说过就过 对不对 说起就起 说过就过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因此的话呢 这个病名 跟这个风相对 就是取名为中风 因为他发病为 非常突然 所以也叫促重 也也叫做促重的 突然嘛 是不是 这就是病名 现在呢 一般是这样认为的 他为什么取这个病名 那关于这个 古代的 这个医学 或者传统的中医学呢 他的取名方面 有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假就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假就 一些命名的话呢 也非常有趣味 非常有趣味 就是在研究这些文字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番 另外一番意味 另外一番意味 这个病 多见于中老年 多见于中老年 随着年龄的增大 发病是增多的 年龄越高 发病的话呢 他会达到一种高峰 会达到一种高峰 在发病季节的话呢 四季均可发病 但是呢 冬春季节 这两季发病是最多的 冬春两季发病最多 第一个的话呢 因为春季的话呢 气和变化非常快 是不是 气和变化非常快 第二个的话呢 而冬季的话呢 它是以气和寒冷 那这两个的话呢 它会导致一个身体的一种变化 不能实验 这个不能实验的话呢 现代医学会有解释 现代医学会有解释 这个病它的危害 发病很多 得这个病的人很多 有多少呢 它跟心血管病 合成起来 是血管病变 是血管病变 所以叫心脑血管病 心脑血管病 它们是一类 这种病变 不管是心脏的血管 是脑部的血管 这种血管病变 是属于世界第一大基地 世界第一大基地 发病率最多 发病率最多 致死率最高的 就是心脑血管病变 而今天讲的中风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发病率非常高 第二个呢 就是致死率非常高 这个心脑 心血管的病变 和脑血管的病变 又不同 心血管的病变 死亡非常快 有些时刻 是不是 发病的时刻 再一个的话呢 他经过治疗之后的话呢 他虽然说 限制了他日常生活能力 受限 但是 不像脑血管病变 怎么样 留下残疾 这个残疾的话 严重影响了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 所以他的日常生活能力 是受损的 特别是有这一类 叫做半身不随 比较重的这类病人 怎么样 如果说半身不随 比较重的呢 他就完全堂放 不能行走 是不是 他就必须 受到疾病的 这种强迫的 卧床 对吧 好 那么这种卧床的话呢 对病人来讲 这个生活质量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 这种质床比较高的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你想吧 这个人如果说语言说不出来怎么样 那就跟人失去了一个交流的机会 是不是 那你的话呢 您不能跟人交流 听得懂 但是的话呢 您说不出来怎么样 很痛苦吧 是不是 很痛苦吧 还有一个 也听不懂 说的东西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怎么样啊 基本上 您就是独自一个人的事件了 是吧 根本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呢 给人的这种 打击 生活质量的这种影响 很大 所以他 治疹非常多 还有呢 这个病 治疗也非常困 虽然说诊断方面 没有多少疑问 疑问比较少 但是呢 治疗却非常困难 治疗非常困难 虽然说 他现在的话呢 可以预防 可以治疗 但是呢 到了一个某些状态之下呢 他恢复性很困难 到目前为止 他仍然脱不了 中医四大难症 中医四大难症之一的 那个范围 四大难症 这是他的一个特征 关于这个病名 历代的话呢 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不同的一些说法 这些说法的话呢 主要集中在 内经当中的话 这就描述 要最多 这些 其大多数 在内经当中描述 根据欢扑的特点 就是这个病 有一个欢扑 所以根据欢扑的特点呢 他有这些说法 比如说大觉 大觉 是血之于气 病走于上 这是内经的描述 第二个呢 是伯爵 伯爵 他将阳气者 大怒则行气绝 而血运于上 是吧 而血运于上 对 这个字 你可以读完了 是不是 可以读玉 还可以通运 运结的运 这个字 运 运结的运 跟这个词有关系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没有什么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汉字的话 他是一个多阴的 多亿 多阴 对不对 多阴多亿 多阴多亿的话呢 有些时候 还存在另外一个 就是通甲 对不对 这个通甲的话呢 有些时候 就更麻烦了 对吧 更麻烦了 这需要什么呢 我们 利用上下文的这种关系 来来推测 他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字 应该是什么样的字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是他的特点 再一个是坚决 坚决是 扬弃着烦恼走着 烦恼走着 坚决 逼迹于下 坚决 是受到了煎熬之后 赞 因为什么呢 因为怒和过劳 是不是 怒和过劳 而伯决的话呢 主要来讲呢 是什么呢 情志 是不是 情志 大怒 大怒 大觉的话呢 血于气病毒于上 而血于气病毒于上呢 这很多原因 是一个气血 一个上溺的一个过程 是吧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风仪 风仪 在我们书本上呢 他没有列出来 但是从他的这种表现来讲 还是像 是什么 他叫 阴风不知人 阴中色 智之然 舌将 不能言 也就是什么 第一个 昏铺 是不是 第一个 昏铺 第二个呢 语言 简色 是不是 昏铺 不显 昏铺不显 人色 烟肤不知人 就突然的 昏铺不显 人色 还有一个 什么呢 语言 简色 舌将 不能言 这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语言不利 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 他还是 类似于 我们所讲的 中风的这个病 类似于 当然 你讲 是不是这个病 只能说 有相关的 像这个病 一样的 一些证断表现 具体 是不是这个病 那就不好说的了 是不是 那十个几千年 以前的事情 你就能不能 能够肯定 这就有麻烦 是不是 这就有麻烦 就是根据昏铺的特点 这些病名 这些病名都类似 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 傍身不随的这种特点 傍身不随的这种特点呢 有偏枯 偏枯 还有呢 几朴偏枯 假的 一边 偏就是一边 对吧 偏就是一边 还有偏风 贪 贪 贪 晃 他这个呢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个贪慌的这个说法 贪慌的这个说法 以前是怎么样说的 这个就要考证了 是吧 这个就要考证了 我们也搞不清楚 反正的话呢 现在我们主要的东西不是去考译这个名称的来历 而是说 我们知道他的这种表现的特点 表现的特点 贼汤 幼化 这些的话呢 就是跟中医的这个阴阳 这种分类 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的关系 因为他要分阴阳的话呢 他就要分左右 是不是 分了阴阳 分了左右 他就能分气血 对不对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经常会有一些部位 左边是什么 右边是什么样 这样一个说法 这种说法的话呢 还记得我们以前 讲过一个病 就是张简阅 他就讲这种说法的话 怎么样啊 有些时刻 不免有些牵强 是不是 好 不免有些牵强 所以这种状态的话呢 我们就大致的话呢 了解一下 可能 有意义 也可能呢 这种分法 怎么样 对现代的这种临床 意义不大 是不是 好 意义不大 还有一种呢 叫做畏腿风 是不是 畏腿风 那么这个呢 就离得比较远了 是不是 离得比较远了 这是根据 半生不随的特点 他有这样一些名称 你讲这个是半 那个是偏 这种说法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 第三个单 就是根据他发病 就是根据他发病的特点 突然发病 所以突然发病 他就叫畜 是不是 所以叫畜重 可以理解 是吧 畜重 当然 这个畜重的话呢 他又是一个多音字 是不是 是 冰族的族 也是他 是吧 所以 有些 搞现代医学的 都这么念呢 族重 对吧 现代医学的都讲族重 很多人都讲族重 而只有 在搞中医学的 的话呢 而知道这个的话呢 讲的是 发病突然 所以叫粗重 一般来讲 都这样念 他这样啊 他符合于 取病名的 这个词的意义 中医学的人都讲 粗重 而很多 我接触了很多 搞现代医学的 脑血管病的 这个神经病学的 他都讲族重 都讲族重 我们知道 是这么一个词 就知道 就行了 当然还有呢 中风 铺鸡 中风 铺鸡 他都是属于 跟这个突然起病 有关系 虽然铺鸡的话呢 有些时候 你也可以归入 于昏铺的特点 是不是 昏铺的特点 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呢 看你如何理解这个 因为这个鸡的话呢 来得非常快 是不是 铺的话呢 有一个昏倒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 有一个打的过程 好 根据病位 这种部位的特点 好 病位 也就是说 他病位申请 他有重经落 好 重经落 重葬 重俗 好 那么这个重经落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 跟我们的什么 太阳中风 阳明中风 少阳间中风 这些东西的话呢 什么 要给他区分开来 你讲 这不是经落吗 是不是 这不是经落吗 但是呢 他这个方面的话呢 好像 所指呢 有些不同 好 所指有些不同 第五一个 是重风先照 好 重风先照 重风先照 像朱当西 他讲 悬晕着 重风之见 朱当西 说过这句话 罗天义 他的卫生保健 重风当中 他提出一个 防大指 次指麻木 或者不用 大指 次指麻木 不用 三年内 有重风之创 现在说起来呢 好像 有些不一样 是不是 现在说起来不一样 大指和次指 这个地方 但是呢 有些人说 中风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肌肉蠕动 他也会有这个情况 那么肌肉蠕动出现的话呢 那又不一样 是吧 那又不一样 这个就是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讲 就跟重风先照 可能擦得有点远了 擦得有点远了 而这个 他就叫大指 次指麻木 会不用 麻木 不太好说 不用呢 这还很少见 是吧 还少见 但是呢 在这里头 他如果是指的是手指 整个手指 或者是一个手背 直体 这样的话呢 那就非常像 是吧 那就非常像 李庸翠 他在政治会主 预算中风方面 他提出 平安手指麻木 不失悬疑 乃中风先照 这一点 讲的是非常准确 这个确实是 中风先照 平常的人 手指麻木 他这个手指麻木的话 就没有再讲是 大拇指和刺指 那么大拇指和刺指 这两个的话 怎么样啊 它是不一样 它更侷限 但是他如果是手指的话 那我 了解的是整个手指 是不是 整个手指 那整个手指 就范围就比较宽了 但是这个手指的话呢 它还是有些差异 什么差异啊 有些人说 就指尖麻木 是不是 那么这一截 就不是一个肢体了 是吧 这一截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只要一截的东西 跟那个偏和磅身 就关系不大了 是吧 关系不大了 那个一截 要注意一下 这个磅 偏 截 这个词 它所代表的 病位是不一样 磅和偏 我们讲磅身 磅身 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词 叫上磅身 是不是 叫下磅身 但是上磅身和下磅身 在现代来讲 它是一截 对不对 知道 是一截 所以呢 酸下之 甚至是 酸上之和四之汤化 它都叫截 只不过呢 在上面的话 叫什么 比较高 叫什么 叫高位截堂 是不是 叫高位截堂 而真正的话呢 一半是什么 左右 各一半 是不是 刚好对称 对吧 以中间为线 左右一半 对吧 左右一半 是不是一偏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棒和偏 刚好是一样的 它所代表的意义 对不对 所指的这种定位 我们要把这个 给搞清楚 这个概念 是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他讲 平能手指麻木 不失悬孕 乃中风先兆 去预防之 该怎么样预防呢 他有一大类 是不是 一大类 那么 这个方面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 这都是需要的 这都是需要的 一些症状的悬孕 他也说了 跟朱当熙说的是一样 但是呢 说呢 他的字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他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另外的话呢 在中医学当中 你还可以看到 一大堆的风问 但是这些的话呢 就不一定就是中风了 而且大多数还不是中风 是不是 大多数不是中风 比如说老风 不是中风 木风 漏风 内风 手风 这都不是 长风就更不是了 是吧 还有泄风 老风 风闭 但是另外一个 风 飞 有些失贺 啊 有些失贺 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呢 跟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的某一类病变 我觉得 非常瑞士 特别的话呢 我们记得 知道 有一个 帝皇眼子 治疗的是什么呀 燕飞症 是不是 那么这种燕飞症的话呢 是什么 四肢瘫痪 是不是 完了之后呢 语言难出 是不是 好 所以这类的话呢 实际上什么 还是神经系统的一类病 差好的 非常像什么 属于运动神经医院病的一类 叫做 颜水麻痹系 非常像 非常像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病呢 那也不好说 是吧 那也不好说 所以在这方面呢 只能说 有相瑞士的一些东西 相瑞士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关于这个病 它的一些病名的情况 它的病名的情况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病 历代的一些描述 历代的一些描述 那么这代的历代的描述的话呢 那就涉及到病名 涉及到病因 涉及到病基 还涉及到一些治疗 涉及到一些治疗 那内经当中的话呢 与中风相关的论述是比较多 也比较详细 但是呢 它却没有直接提出中风的这个病名 没有提出中风的这个病名 因此你要查中风 要到内经当中 你讲我看看中风是怎么说的 你要去查中风这个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但是呢 它根据中风病 中风疾病 中风病 它的症状表现 还有发病的不同阶段 这个病程当中的一些表现 它有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 跟神婚表现相同的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铺鸡笔 大诀 伯爵等等 是不是 当然 在讲名称的时候 我们以前提过了 还有坚决 还有风 一度 类似 是不是 就是跟神婚 相关系的 那么跟磅生 不随 这个表现 有相类似的这种呢 就是偏枯 偏疯 身偏不用 疯鬼等等 这一类的话呢 类似 他的病因的话呢 跟感受外邪 烦恼暴露 还跟体质 饮食有密切关系 感受外邪的话呢 这是在林书次节争邪篇当中 他讲虚邪偏刻于身败 他讲虚邪偏刻于身败 对不对 他这个状态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因为 言未衰 争其去而邪其毒流 发为偏窟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叫邪居正甩的问题 叫邪居正甩的问题 苏问通天论 苏问生气通天论 他就说了 这个伯爵 大爵 是不是 伯爵大爵 那么伯爵大爵的话呢 那么伯爵是大怒 对不对 伯爵是大怒 所引起 而 这个 大爵的话呢 它这个是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血之一 并作一算 是气血上腻 就成为一个大爵 这可能的话呢 气血为什么会上腻 可能都跟这个情质 会有关系 是不是 怒得气善 所以这个病 跟气瘾是有很大关系的 现在也明确 这个病的话呢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有血管病病的危险因素 血管病病危险因素 最常见的是什么 首先来讲是高血压 是不是 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 情质有关系吧 跟我们紧张有关系吧 是不是 跟我们紧张有关系 跟我们紧张有关系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 这种病人的话呢 怎么样啊 心情比较着急 心情比较着急 特别的话呢 能够看到一些 降低的病人 血压怎么样 控制不好 是不是 这交流一控制 怎么样 血压跟着下来 血压跟着下来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而且的话呢 有些高血压 脱轮发作的时候 怎么样 你给他一颗暗闭 血压就下来很多 是不是 血压下来很多 这方面的话呢 是可以看到的 昨天我们还处理 那个病的怎么样 那他就做个未经 那个老太太 是不是 在那里一喝的话呢 心得很不舒服 是不是 给他一测血压 160 那做些做未经的人 就不敢给他做了 对吧 为什么紧张 紧张怎么 平常之间他都有 只要就给他测血压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放在血压 就是高的 但是给他监测 血压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好的 很多时候是好的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跟情质有关系 这种情质 我们讲有很多 是不是 我们讲高兴 大家都接受 紧张呢 恐惧呢 担忧呢 思虑呢 这都是常见的 但是过分呢 他就导致了变化 是不是 导致了变化 再一个 跟体质和掩饰相关的 就讲偏枯 扑极 这类情况 是什么 肥贵人 肥贵人这是什么 一个体质 是不是 再一个呢 高粱之极 是不是跟掩饰有关系 一个体质 二一个掩饰 一个体质 二一个掩饰 所以在内经当中的话 对于这个病的发生 发展的 这种变化过程 他都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认识 比较明确的认识 金贵要列 中风历劫片 他讲是落满空虚 择邪不屑 跟这个经络空虚有关系 竹炳鸯后论 他说风偏酷 是血气偏虚 咒离开而受于风湿 也是什么 跟他讲的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跟他讲的是差不多的 己身邦 他讲是淫畏失度 咒离空虚 邪气成虚而入 成为磅上不睡 也就是说 正习亏虚 经络空虚 是不是 王老人邪气侵入 对吧 他们讲的都是一个 只是描述不同 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度一个 而千间方的小序面 他和素问 并及器以保命 结当中的大前教堂 他拿来干什么呢 这中风 以书风散邪 付出正气 这是一个代表 在以前的教科书上 我们都会讲一个什么 落脉空虚这个 代表方都是大前教堂 以前的教科书都有这个阵性 我们的教科书呢 我们的教材呢 就没有 这一个方面取消了 但是呢 我们来讲 他肯定 也是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是不是 为什么 在这里头的话呢 因为某种疾病 硬迹状态 有没有可能 引发这个疾病啊 有可能的 这方面的话呢 曾经也做过研究 但是这种研究的话呢 拿现在来说 可能质量不高 可能质量不高 但是呢 在这里头呢 存在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之间的 这种避难联系 是不是一个避难的联系 还是一个触发的因素 到现在 可能还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所以呢 在这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 唐以前 唐从以前的 一些东西的话呢 一些 医学书 著书方面 他提出了 关于中风来讲呢 就是 以示外风 是什么呢 是内需协重 是外风所演化 外风所演化 这就是唐朝以前的 那种 关于这个病 他的病基的学术特点 外风学说为主 是 内需协重 这样一个病基变化 这样一个病基变化 那么既然唐以前 是这种 这种学术 在这里的做一个划分 做一个小节 那就唐以后肯定就变 是不是 好 唐以后就肯定变了 变成什么呢 大家 既然是变 变成什么呀 那变成内风 是吧 你以前是讲的是外风 现在讲的是内风 在内风学术方面的话呢 最重要的 或者是 真正能够达到 百家真命 百花其放的时候 就是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 这个时候的 关于医学理论的 这种学术观点 比较活跃 比较活跃 金元时期的话呢 张元素他煮热 认为风本生于热 以热为本 以风为标 风本生于热 这是张元素的特点 刘和尖 刘和尖的话呢 他认为是心火暴胜 心火暴胜 是 在苏问 玄机元兵事当中 他是讲 心火暴胜 胜水须衰 应须仰看 所出现来的 出现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刘和尖 他主心火暴胜 而李东阳 他讲是正气自虚 正气自虚 他讲中风是非外来风鞋 是本气自变 年于四旬 就是中年以后 怎么样 多有此籍 正气自虚 朱丹西呢 他认为是尸堂生热 尸堂生热 热才会生风 热生风 所以朱丹西的这种热 他是尸堂生热 跟张元素的那个热 有一些差异 但是呢 他都说到是热生风 是热生风 一个是心火暴胜 他事实上还跟什么呢 火 火和热相畏似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话呢 有一些联系 有一些联系 关于这个方面 每个人的学术观点 那么这一类 是要记住的 要记住的 像这一类的话 第一个 您大致要了解这种病的话呢 他有哪一些病因 是不是 有哪些相关的病因 第二个的话呢 那考试的内容从哪里出来呀 是吧 还是有很明显的 这些能够引起你注意的东西 对不对 这些东西的话呢 划分的话呢 比较明显 对吧 划分比较明显 你也容易记得 所以 你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不容易记住 其他的能记住吗 我们讲 还是有点困难 是不是 还是有点困难 王磊 他在一间素贵节当中 王磊 他在一间素贵节当中 他说 是真中风 是吧 真中风 因于火 因于气 因于湿 这是内中风 而非中风 是吧 所以他讲是内中风 关于这个真中风 和内中风 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的 明显张建月 张建月 他提出非风一阵 认为非风学术 是内山基神 所打致 内山基神 那么 内山基神 素不能胜 就是贫素的话呢 调养不够 还有七千内伤 九色过度 仙伤五赞真因 是不是 仙伤五赞真因 烟亏于钱 而阳损于贺 所以这个病的话 他跟我们的生活调节 有关系 是不是 跟生活调节有关系 李中子 他将中风风 避震 拖着 这样分类 这种分类的话呢 我们的教科书上 还是采用了 还是采用了 这是 这个学术的 学术的传承问题 学术的传承问题 而清朝的话呢 他与林郑子郎一样 叶庭寺 认为内风 明称内风 明称内风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经血衰退亏号 导致水不航目 就是阴虚阳 对吧 阴虚阳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很多认为 有跟阴虚阳 看有关系 而你看一下 在北方 很多 这种阴虚阳 看的这种表现 北方是很多的 四川呢 好像 应该是 食堂生热 也多一些 好像 食堂生热 也多一些 那南方多少呢 因为建 建的比较少 是不是 建的比较少 但是呢 收过一些 北方的人 北方的病人的话呢 有些时候的话呢 到四川来出差 他来看病 看了一下呢 他年纪不大 但是呢 满脸 红光的 这个血压比较高 控制也不认了 那么他们的医疗条件呢 我觉得有点 有点纳闷 就是按道理来说 他医疗条件 医疗条件要好一些 是不是 医疗条件好一些 再一个的话呢 他的那个医疗知识的这种普及 也应该来讲 他们的那个城市的话呢 怎么样啊 文化的传播速度要快 他怎么怎么的话呢 他控制方面呢 反而要差一些 他反而要差一些 那遇到好几个啊 遇到好几个 他到四川来做生意啊 出差啊 他都过来看看病 遇上 我觉得就好像有这种厌相 当然也不是说非常多 后来的话呢 因为有些同学啊 在北方工作 北方工作的话呢 就看着 到他们病房里头去看了一下的话呢 哎 确实这方面的话呢 比较多一些 看看的话呢 好像很多呢 还确实是红光满面的那个样子 是吧 这方面的话呢 水不航母 干阳偏抗 哎 我讲哎 这种阴虚阳抗 是不是北方是要多一些呢 啊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为什么他阴虚阳抗呢 因为北方他本身是脏 是不是 啊 在西南方向 在成都这个方向的话呢 四川怎么样啊 湿要多一些 啊 所以 至少来说他加湿 对吧 啊 他是 因此呢 在这个方面 可能还存在地域的方面的问题 啊 所以纲阳偏抗 内风时起 夜天寺是哪边的能啊 靠近 靠近中正那个东面去了 是不是 好 靠近东面去 啊 他提出的制法 枝叶细风 补烟浅阳 开窍 故托 这样一些制法的话呢 好 这样一些制法 这比较多的 好 比较多的 伊林敢说 他提出中风 磅身不随 偏身麻木 是因为什么 气虚血淤的问题 好 气虚血淤 而创用 一个名方 补扬黄武 为什么黄武啊 磅身不随嘛 一磅 不就是武吗 是不是 五五分成 中国和中国的话呢 多少啊 分一磅是怎么说的呀 五五分成 是不是 五五分成 所以 在这个方面的 补扬黄武汤 您知道 现在很多的 西医他不管 那么多的 是不是 现代医学的 学现代医学的 搞不懂 你们这 刮身不随 都是不是 补扬黄武汤啊 所以很多人 他都记得 补扬黄武汤 他开得出来的 他开得出来的 但现在他都不会 开这个补扬黄武汤 他知道 哪个是补扬黄武汤的 那个情况 是不是 所以他一用的话呢 黄气胶囊啊 什么东西 再加上那个什么 给他给你配起来用 有些他说会这样 有些就会这样 往前和现代的话 近代 有张桑雷的中风交权 是不是 张锡纯的医学 中中苍锡路 他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种描述 这种描述 他非常贴近 非常贴近 我们呢 休息一下 下节目接着再听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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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